妈妈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不是你看甜心 她自己搭配吗 搭配 那个圆圆去我们家玩的时候 就是开始打扮 然后先得换好几套 先是过来 妈妈 你过来 然后我说 我要穿白浅的衣服 白浅的衣服 因为我给她买那种 就是那种沙的 上面有花 对 可馅的 说起李小璐和甜心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自打李小璐淡出娱乐圈之后 就远离了娱乐圈的是非 在网红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众所周知 李小璐曾经是一名出色的演员 但是她一直有一个女团梦 即使经历了婚姻变动 事业受挫 但是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热爱 时不时地会在个人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跳舞的日常 李小璐除了晒自己的动态 她也很喜欢分享和甜心的动态 这部 李小璐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段与女儿甜心跳女团舞的视频 视频中甜心婉居C位 跟随着音乐开始热舞 动作丝毫不含糊 标准有力又流畅 简直超有范 由于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甜心身上 以至于都快忽略了旁边的李小璐 小甜心直接抢了妈妈李小璐的风头 不得不说 虽然甜心只有10岁 但是气场丝毫不输妈妈 母女同框时甜心的个子都快赶上了妈妈 母女俩完全活成了姐妹花的记事感啊 不得不说 甜心在舞蹈方面确实很有天赋 李小璐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筛出自己和甜心穿着亲子装一起跳舞的视频 和妈妈一样 甜心跳舞的动作很专业 很多网友都不禁感慨 甜心不进军娱乐圈都可惜了 看来受李小璐的熏陶 女儿甜心也十分青睐于嘻哈乐和嘻哈舞蹈 说起来 当年李小璐和贾乃亮曾是娱乐圈的一对模范夫妻 尤其是带着女儿参加了爸爸回来了之后 一家三口的相处日常十分有趣 圈了不少粉丝 夫妻俩的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不过这段婚姻终究没能走到最后 2019年李小璐和贾乃亮离婚 甜心跟着妈妈一起生活 与贾乃亮离婚后 李小璐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除了几次尝试付出失败 她的日子过得依旧很自在 甚至还发掘出许多新的兴趣爱好 李小璐十分喜欢嘻哈 经常一头脏便 大半很潮流 不得不说 一直以来李小璐的内心始终装着一个少女 40岁的李小璐看起来依旧像20岁的小年轻 除此之外 李小璐滑板也玩得很好 经常看见她抱着滑板的样子 十分的帅气 李小璐不仅自己喜欢玩滑板 还会叫甜心玩滑板 全程跟跑保护 慕哀爆棚 不过也有眼尖的粉丝表示 甜心越来越有嘻哈范儿了 看来甜心已复刻妈妈兴趣爱好 老母亲亲自教训 然后现在把扇子一样转 转 对 对 其实就是这样 不要转 然后前脚往前 来 你太厉害了 教学基本成功 李小璐还说以前甜心周末放假 只知道疯完 现在自己会主动去练舞了 自己感到很欣慰 虽然父母已经离婚 但却始终没有疏忽对女儿的关爱 甜心十岁生日时 贾乃亮还特意分享了一组甜心的日常照 为女儿庆祝 佩文 祝天天拿捏我的大宝贝儿生日快乐 从贾乃亮配文看 妇女俩平时相处的时间很多 而李小璐对甜心是真的好 给甜心也写了一首歌当作生日礼物 这个礼物很用心了 如今甜心活泼开朗 多才多艺 足见贾乃亮李小璐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甜心也一直在这种幸福笼罩下生活 希望甜心能够一直这样茁壮成长下去